近日 第13届两湖论坛杭州南投两地青年探访最美乡村走进浙江铜炉 多名台胞台商既感受美丽乡村的共同富裕之道 更希望寻找机遇参与其中 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杭州市台协会会长周豹华认为 共同富裕中乡村是重要板块 也有很大机遇 加之大陆出台农林22条措施 支持台商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多项政策叠加为台胞台商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因此 在共同富裕度上 台胞亦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因为我们台新中间有很多农业 民宿 文创 从事这些的青年 他们来看看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 顺便产生一些灵感 看看未来能不能对祖国的建设 它事业的规划 产生一个新的发展 祖国政府也给我们很多一些优惠措施 包含无论是农业 生活 旧学 旧业 所以我们都很安定地在这边生活 所以我们也愿意为共同富裕 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尽一份心力 共同富裕 重在共同 既要城市繁荣 又要乡村振兴 同路县江南镇深澳村 利用当地200余状古建筑 镇村保持原有街巷格局和空间特征 并深入挖掘人文艺术气息 打造百将创客街区发展美丽经济 实现村美与名副有机统一 当日 亲自体验了深澳村文创产品制作的台商蔡文玉表示 很有启发 在他看来 当前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为其提供了发展机遇 很多发展政策 特别是乡村振兴政策 将汇集于乡村的产业项目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 在我们杭州市的西湖区三轮镇 我们总共流转了大概4000亩的土地 然后在这边做了123产融合的一个农业项目 因为我们这整个园区里面 是还有大概4000多户的农民 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我们园区里面 其实所有的农伙也是仰仗这些农民在这边 然后我们是让他们来跟我们一起提升 然后再加上我们台湾的一个 现代农业产业的技术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把他们的环境做好 环境做好是设计景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了第三个 我们是一二三产 一产种植 二产生加工 三产就是旅游加服务 那提升共同富裕区就是大家一起富裕 事实上 已经有越来越多台胞台商 以实际项目投身共同富裕建设中 位于铜炉县旧县街道的蘑菇屋民宿 是四栋江南常见的夯土村舍 这里面朝群山 农事体验活动丰富 保持着与土地连接的乡土味和人情味 2019年 刘立超来到铜炉创办民宿 希望打造都市人憧憬的乡村生活愿景 他理解的共同富裕 使城市的人来乡村获得精神富裕 乡村当地人通过发展民宿经济 实现物质的富裕 我不是要把村民们训练 变成一个五星级酒店的管家 而是让他们继续做他们擅长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他们做着 他们原来最擅长最拿手的事情 才是能够最感动人的 那的确也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跟我们一起下田一起耕作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城里面的人到这里来 看到我们在这边 就是实打实的真的在做这个农耕的事情以后 就发现就是我们这里的农产品都是完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就尽量在搭建这个农产品的一个平台 就是可以让大家吃到比较健康的 然后这些叔叔阿姨们 他们的辛苦的劳住 也可以得到更优厚的一个报酬这样子 就是城里人来这里 他可以让就是村里面的人 可以得到经济上的一个富足 然后但是他们来这边 透过这个乡村的洗礼之后 城里人是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富足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是另外一种理解的共同富裕 不管在经济上或在心灵上 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提升的 从事文化传播的林家燕 在感叹铜炉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认为精神富裕很重要 包括讲好共同富裕的故事 她和多名台青一起 体验式打卡浙江各地城乡 并拍成短视频 在海外平台发布传播 希望以台青视角 讲述大陆发展变化 浙江共富故事 其实我第一次来铜炉是十几年前 然后今天又来到这里 就是那个改变很大 对然后是真的蛮惊讶的 不只是村茂 她还有是她的村民 她的一个这个整个的群体素质 整个都提升非常非常多 对精神面貌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他们自己也乐在其中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看到了笑容 对所以说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 是非常满意的 作为我们在这里生活的 很多年的台湾青年 我们在就是说 等于说我们会拍一些视频 然后这些视频呢 它可能就是会 我们会到很多很多地方 去传播去体会 就是我们首先是体验我们的 体验式的 对体验式的 我们是呈现真实的东西 我们的进步不是只是体现在城市嘛 我们的我们的共同富裕 也是体现在农村 农村跟城市它的 它的这种 就是向上提升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对重要的 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